美国的楼市近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即在房贷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房价却创出了历史新高 根据最新的数据 美国的30年期房贷利率已经上升到了7.7%的高位 然而在今年7月 美国的房价却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种现象似乎颠覆了经济学中的常识 那就是当贷款利率上升时 购房者的资金成本会提高 从而抑制购房行为 继而导致房价下跌 美国今年的楼市走势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 这让许多人感到困惑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房价的情况 根据彪普凯斯希勒全美房价指数的数据 2023年7月 美国全国房价综合指数创下了历史新高 当月该指数环比上涨了0.6%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 这是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 7月份在20个美国样本城市中 有10个城市的房价达到了历史新高 其中 芝加哥 克里夫兰和纽约的房价同比涨幅最高 这种房价上涨的趋势 在今年1月份开始就已经显现出来 截至7月份 美国的房价已经上涨了5.3% 这远高于过去35年的历年全年涨幅的中位数 那么 这种房价上涨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供应不足 根据全球房产科技公司GYIQI的数据 美国楼市目前处于一种有价无市的状态 即买房的人不多 但卖房的人更少 这种状态可能会导致房价上涨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由于美联储开始加息 导致国债收益率上升 继而推高了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 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 30年期定息抵押贷款的合约利率 已经上升到了7.67% 这是连续第五周上升 这种高利率导致了购房者的资金成本提高 从而抑制了购房行为 然而 由于供应不足 房价仍然上涨 尽管购房者的资金成本提高 但由于房源供应受到抑制 需求下滑并没有导致房价下跌 相反 由于供应不足 房价反而上涨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在房贷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美国的房价仍然能够创出历史新高 这种有价无市的现象 可能会在未来一年内延续 高利率使得购房者的负担加重 而房主由于享受着前几年较低的房贷利率 不愿意出售房产 这使得市场上的房源供应继续受到限制 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利率继续上升 房价也可能会继续保持上涨的趋势 然而 这种情况并不是没有风险的 高利率可能会使得购房者的负担过重 导致他们无法承受房贷的压力 从而放弃购房 这可能会导致房市的需求进一步下滑 从而引发房价的下跌 此外 如果经济环境出现变化 例如美联储进一步加息或者经济出现衰退 那么这可能会对房市产生冲击 引发房价的大幅下跌 综上所述 虽然美国房价在房贷利率上升的情况下 创出了历史新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市就没有风险 购房者和投资者都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环境和利率的变化 以便做出明智的决策 同时 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密切关注房市的变化 以便及时调整政策 避免房市出现大幅波动 对经济稳定产生影响